美加旅遊談世界 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為甚麼呢? 這次要補充上次 我們9月介紹新疆24日的行程 有朋友說 你上次太趕、太短 說得不夠詳盡 我們這次再深入一點 好嗎? 精彩一點 再全面介紹給大家 我們9月24日交開第三團 因為之前那兩團都爆發 還寫完,還有很多人 所以這次是特別一點的 看秋境,是嗎? 是 非常吸引 我看見大家拿回行程 這裡已經是黃烏烏 一片金色 所以我們的名字也很漂亮 原理今秋新疆12天深度遊 這次慢慢跟大家深度去否釋這個行程 是 首先說出發日期 就是9月24日 價錢是2588元 跟上次一樣 都是優惠給大家 70歲以上的 每位減800元 未夠70歲怎麼辦 不要緊 找多個朋友一起去幫我 兩人同行 二人同行 就是一起減1000元 就是每人減500元 是 而且也會送一個數據卡給大家 是 13天的數據卡 價值是266元 是的 這次的行程 也是跟上次一樣 非常精彩 之餘 也是一樣坐上直行 南方航空直行 烏魯木製 劇透少許給大家 聽聞 好像10月後沒有直行 是 有機會會直行 有機會 所以我們也會舉辦新疆團 但可能不是直行 不是說我們孤寒 不能飛 是 亦不是我們控制範圍之難 好了, 事比而至 我們說一下 我們十二天的行程 今次又如何深度去看這個秋景 我們新疆的秋景 其實是被我們中國國家地理 是認證了最美的秋景 我們中國 全中國最美的秋景 是的 所以要看美景 今次是我們秋景的天花板 所以我們今次把重點 都放在北疆秋景這個位置 由我們第二天行程開始 由天生天池開始 其實已經開始感受到新疆的秋景 秋景無疑都是看這個黃葉 紅葉這些 所以我們由第二天開始 上這個天生天池 就已經開始感受到它的秋景 去天生天池 當然就是看這個水 我們天生的雪茸水 是的 其實天池就是一個近烏魯木齊的景區 相對來說距離沒有那麼遠 讓大家先感受到我們新疆的美景 它只是BB版 越往北走 其實景色就會越來越漂亮 所以我看到有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叫可可陀海 是 歌仔有得唱 可可陀海的木洋人 嗯 我們可可陀海的國家地質公園 一定會去 這裡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三號礦坑 它是為我們中國 抵上了很多外債的一個寶藏之地 這次我們都會帶大家深入去探討一下 這個礦坑裡面有什麼特別 看完礦坑之後 我們還會去這個神中山 會去看這個神中山 神中山 顧名思義它的樣子有整個鐘 它在旁邊有我們的湖坡 有些樹 夫妻樹 白樺樹 全部都變成金黃色 哇 可可陀海玩完之後 我們就會去這個五彩灘 五彩灘 顧名思義就是因為它的單下地貌 因為礦物質這樣 真是五種顏色 對 五種顏色 對 如果在太陽的照射下 它真的會呈現五種顏色出來 所以就顧名思義叫五彩灘 還會去這個烏鱗古湖 是的 我看到這個新行程 很有趣 烏鱗古湖 為什麼叫古湖 烏鱗古湖 其實就是新疆第二大的湖婆 僅是於這個彩莉木湖 其實它都是天生的樹蓉水 天然的一個湖婆 不是海水來的 不是海水來的 因為其實新疆距離這個海是很遠的 所以在新疆人的眼中 這些湖婆 其實就是他們心目中的海 因為其實那個面積都挺大的 整個海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烏鱗古湖裡 都有一種盛產的東西 就是這裡 好像冷水魚 我有聽過 不要吃 有有有 我們會安排這個冷水魚 給大家去品嘗 晚上我們會住在布爾津 布爾津大家晚上都可以去掃街 是啊 是啊 都是一個 可能是我要求的 是啊 一定有很多掃街位 是啊 那去完布爾津就會往我們這個 北疆的重點之一的卡納斯 卡納斯就是我們北疆最美的一個 抽景的地方 是啊 是啊 但是我看到 上次我們那兩團有這個 獨虎公路深導遊 就說兩年的景觀 但是這次沒有了 其實沒有了獨虎公路 因為天氣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懶得再去走 因為下雪 大危險 分分鐘都會放生 所以我們的深導遊 就轉了來這個 對 轉了來我們的北疆 我們的卡納斯 卡納斯 會多給一天時間 再在卡納斯這裡逗留 這次我們還會是 加入了這個巴哈巴村 這個巴哈巴村 是我們的邊境第一村 因為其實它就在 我們這個新疆的邊境位置 所以是一個禁區來的 我們進到這個巴哈巴村 還要另外申請一個叫做邊防證 這個通行證 才可以進去 很刺激 是的 它其實比起我們其他的村 比如卡納斯村 或者活木村 它是會更加的純樸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再感受 一些不一樣的美景 那巴哈巴村 它其實就是 都是盛產很多的 這個棕葉蟲 樂意蟲 雲參 百花 所以其實說 整片森林 都是呈現金黃色 所以就是非常之 童話般的村落 是的 第一天我們參觀完卡納斯的巴哈巴之後 第二天就會去卡納斯的官餘台 以及三灣 三灣就是 烏龍灣 月亮灣 和神仙灣 登上官餘台 還可以看著卡納斯湖的整個美景 兩邊就是金黃色的樹 中間就是站藍色的胡樸 那個景色真的非常壯觀 以及很吸引 我們還會重盤 包了這個 獨立的區間車 居景車 給大家去 不用那麼辛苦 要跟別人逼車 逼車 逼包市 這個也是我強烈的要求 因為真的想大家玩得舒服 對 說說這個區間車 即是在景區裏面包的車 是 除了區間車舒服之外 我們還有全程 是升級了給大家坐這個 2加1的保姆車 是 都沒有什麼旅行團會做 因為很重成本 我說2加1 我們平時坐開兩個座位 2加1就是 一個座位加兩個座位 所以今天大家想像一下 你的空間和舒適感 會大大提高了 所以這次這個是非常尊貴的深度遊 在卡納斯裏面玩完之後 晚上住哪裡 好像很特別 是的 我們就會住在和木村 和木村其實也是很漂亮的 我們住在裏面的小木屋 周邊就是這個森林 即是金黃色森林 自然變了金黃色 是的 好像童話世界一樣 是的 很漂亮很漂亮 今天早上我們還會去看 它的神墓 所以真是人間仙景一般 如果是天氣剛好降溫的話 那裡分分鐘會下雪 大家戴上衣服了 又可以看到秋景 又可以有這個雪景 即是新光很有趣 冬又有 熱又有 綠色又有 即是五顏六色 什麼都齊全 我們現在最美的秋天時間去 還可以看到大家很期待的黃葉 秋景 香港多難才有幾片黃葉 去到那裡全片都是 是的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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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這裡叫魔鬼城 是的 我們黃木參觀完之後 就會去這個魔鬼城 魔鬼城 就是我們中國最美的三大單下地貌之一 是的 然後呢 還有一套很出名的戲 都在那裡拍過 叫《魔虎床》 相信大家都看到 是的 在我們去魔鬼城的途中 其實我們都會經過一片的這個湖陽林 其實就穿插了在這一片金黃色的湖陽林之中 走那條路 所以其實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是的 去到烏爾和之後呢 我們還會重複地安排了這個烤泉揚宴給大家 記住不用另外加錢的 是的 已經包了 是的 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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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呢 我們就會前往這個烏爾和的影視城 讓大家欣賞和感受一下當年秦王 一統天下的那個氣勢 好像有show看 是的 是一個show 是的 有很多的表演 大家還可以 看完show之後呢 很有趣 大家還可以換回這個古著 去吃一頓叫秦王煙 是的 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無限打卡 OK 好了 吃完之後呢 接著去哪裡玩呢 吃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往這個獨山子大合谷去的 其實它是獨山子大合谷 很出名 獨山子大合谷 很出名 這個獨山子大合谷 它是經過這個億萬年的這個河水的沖洗衝擊之後 形成的一個很天然的這個大合谷 是的 讓大家欣賞這個大自然的鬼虎神宮 因為新疆真是遍地都是這麼特別的景點 沒錯 參觀完大合谷 我們就會往烏龍沐城走 那晚我們就會入住這個 厲害了 這個又是我強烈要求的 因為就是看了我博士的片 我們香港人非常熟悉的 漢血寶馬 一定聽過的 小妹都沒見過 所以這次一定要去 大家不可不知原來 新疆有一個叫漢血寶馬基地酒店 我們那晚就住在那裡 一份請就可以親親這個漢血寶馬 是的 我們早上就可以去到漢血寶馬基地去參觀 和近距離去欣賞這些漢血寶馬 是的 參觀完之後 我們就去這個沙漠了 是的 這個很期待 這陣子因為準備出發 我經常看新疆的片 是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騎落堂 是的 我很想騎落堂 但是那天都不知道會不會失落堂 應該呢 那些漢血寶馬基地多到要做個紅綠燈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些片 是 真的很好笑 是 其實也是一個體驗 是的 除了騎落堂之後 到時候是不是去到沙漠 我看到很多片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玩 是的 我們其實有些團友都問 除了騎落堂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玩 你夠膽敢這樣 滑沙 其實在沙漠也有很多其他活動 例如滑沙 或者坐這些四驅車 衝浪車 衝浪車 衝浪車也有 是的 沙漠也有衝浪車 當然大家都要看自己身體狀況 沒錯 去參觀這些 先說明這些項目太多了 我們是不包含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想玩 或者適宜玩 是的 所以這些是屬於 致遠性的指揮項目 是 大家想玩 到時候預留時間 給大家指揮去玩 好嗎 玩完沙漠之後 我們第十天 便會去到 土魯帆最有名的一個景點 就是我們的火焰山 非常有名 火焰山 原來是我們中國 海拔最低 最熱的地方 所以大家這次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有多少度 它的地表溫度 其實它有一個溫度計 平衡到六七十度 我的天 但十月份應該會好一點 會稍微涼一點 會稍微涼一點 會至少五六十度 對… 會否辣容 會否辣容 我也試過打發音樂卡 讓大家感受新疆的冷 然後又會體驗一下它的熱 所以一個行程 就是感受四季 當然 亦是一部非常出名的電影 令大家認識火焰山 知道嗎 考考一下你嗎 這麼年輕應該 西遊記 西遊記 沒錯 西遊記就是在這裡拍的 到時候大家去到武漢打卡 我看到晚上有一頓非常特色的餐 剛開始你跟我說水果宴 我說不是吧 那些客人去吃水果 我也知道 新疆水果很出名 但他給了一些片段 我看 原來水果宴是很出名 為甚麼呢 因為有很多食物 其中有一項 就是我非常期待 烤鑼駝 大家會覺得 嘩…不是吧 大家可以品嘗一下 但不用怕 因為有些人說不吃 因為這是自助餐 所以大家不吃都沒有問題 你有自由選擇 臨吃烤鑼駝 就是烤全羊 羊肉串 大家一定會品嘗到的 就是叫大盆雞 其實我行程裏面 都一定會有很多大盆雞給大家吃 因為是新疆十大名菜之一 是的 有160多種食物 是大家選擇的 自由選擇 可以做一個表演 是的 還會有高舞表現 就是韋戶爾族這些少女 的高舞表現給大家看 是的 今天要討論 除了火焰山很特別之外 我看到 咦 還很有趣 可以進去別人的家參觀 真的嗎 是 我們會去到這個 這麼有趣 對 圍族的小數民族家 去到參觀他的家 其實都是 讓大家感受一下 圍戶爾族人的文化和熱情 看他們的一些表演 即是在家裡還會有表演 是的 會有展示給大家看 參觀完這個家房之外 我們還會去到這個鹽湖 這個我們堪稱是 中國的死海 是的 是否真的可以浮在那裡 可以玩嗎 可以游泳嗎 那大家親身去體驗一下 大家戴上泳衣了 到時一定要預留時間 讓大家坐在鹽湖這裡做SPA 游泳 好嗎 嗯 玩完之後 我們就會回到烏魯木齊 然後帶大家去到大巴渣 國際大巴渣 去到大巴渣 就顧名思宴 大家去買手信 還有品順一些新疆各地的美食 因為看見博士玩得這麼高興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看回博士 抹黑的中國的一個系列 就是講新疆 看看有多好玩 是的 最後玩完之後 第十二日就坐直行 由烏魯木齊回到香港 好 今次這個深度解說 是否有深度呢 非常之… 深度 好 再說一次出發日期 就是9月24日 總共是十二日的 完美金秋新疆深度遊 價錢是2588元 70歲以上的朋友 有個優惠就是 每人減800元 未夠70歲的朋友 找多個朋友一起參加 每人減500元 兩位總共減1千元 還送我們的數據卡 十三天的數據卡 價值266元 記住 我們今次是一個 尊貴的體驗 全程就是 包了這個VIP的旅遊巴 2加1的座位 總共是一邊一個 一邊兩個 很舒適 還有去到這個 卡納斯裏面 我們會包了一個 自己獨立的景區區間車 那就不用同樣的公交了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今次的酒店 全部都有… 全部升級了 對 其實我們由 未來我二十步出發這一團 都全部升級了 是 因為真的想大家 再體驗好一點 但是也是提提大家 始終都是出廣東省 將大家廣東省酒店的要求 就不會成正比 對 也會有少許落差 但是盡我們所能 無論是住也好 吃也好 坐也好 都希望提供最好的給大家 給大家一個非常完美的感受 好嗎 謝謝歡歡這麼詳細的解釋 如果要看我們精彩的行程 或者詳細的行程 就快點 WhatsApp這個電話 就跟同事拿回行程去看 是的 我們都說不完 因為十二日的行程 就太多了 是的 有任何疑問都可以WhatsApp 跟我們同事說 或者打電話上來 諮詢都可以的 沒錯 喜歡這條片 幫我廣傳給你身邊的人 約他一起去 看看這個深度遊的北疆有多美 好 下次見 拜拜 拜拜